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排的高手 往往不动声色 恰恰是饱满的脉穗 才更懂得低头 所以 知人别凭人 知识别生长 这世界很大 从不缺乏表意见的人 真正缺的是 不随意评价他人的善良 别人的光鲜也许是表面 别人的困顿 可能藏得深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多的是你看不见的苦 每当你看不惯谁时 就记得提醒自己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的条件 当你看清一个人 而不拆穿 你就懂得了善良 讨厌一个人 而不翻脸 你就学会了修养 看破不说破 才能好好过 有些事不说出来 不是因为不在乎 而是说与不说都一样 有些人还不翻脸 不是因为没认清 而是想看他继续表演 活着总有看不惯的人 就如同别人看不惯你 但生活就是要逼着你淡定 人的成熟不在年龄 而是懂得了圆融 学会了不真 无论你是谁 总有人与你格格不入 无论你做什么 总有懒事会找上门来 有些事知道了就好 不必多说 有些人看透了就好 不必深交 别人的私事不伸张 别人的难处不嘲讽 克制自己的评价 保持自己的修养 是对人最好的尊重 也是做人最大的善良 我是依禅 喜欢我的话别忘了分享哦 每晚八点我在这里等你 希望依禅的话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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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